猪 猪鸟冠说你家婆娘是我害死的 我就很生气 所以我们两个就打打打了一架 你想说的就是这个 对的 你来这儿说这个的目的是什么 那 那个有啥子目的吗 我是想啥子事情都应该老老实实地向政府汇报 显然这边的烟幕下猪尿罐人影人影都没得了 我是想把情况向政府反映一下 看能不能提供点线索 王瑶祖 你说你们打架的原因是因为猪尿罐说你害死了我的婆娘 是 是这个样子的 猪尿罐说他亲眼看 看到我王瑶祖害死你婆娘 要要揭发我 我们我们就打打打起来了 他真的亲眼看见你害死了我的婆娘 他是这么说的吧 于是你就怕 周连长 咋咋我咋咋个会会会怕吗 我好冒火呀 你们就打起来了 对的 然后你仔细一想 怕他揭发你 你就一不做二不休 哎哎 哎 周连长 啥啥 啥啥 啥个一不做二不休呀 我没害死你婆娘 我亲手把他们娘母两个是放走的 我我我怕啥子吧 我咋咋会怕怕他揭发我吧 这都是你的一面之词 可惜我们还没听见猪尿罐的说法 我们一定要把猪尿罐找到 查明真相 你喝嘛 喝嘛 你咋好嘛 你你你大声喊啥子吧 报告 报告连长 猪尿罐死了 猪尿罐死了 尿 尿 尿罐死了 被人杀死在乱坟岗 这大声喊啥子 昂小祖 有 您认不认识这把猪刀 认 认识你 这是老公做的财产嘛 您用过吗 用过 前些时候我拿到银缝 他妈家 还还帮着干过活嘛 哦 嘿 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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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会 会 会在这呢吗 我还要问你呢 这是小刘在乱坟岗边上捡到的 那是杀人现场 你跟我解释一下 你的锄头怎么会在那儿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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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锄头咋会在那儿 当 当真话的 我的锄头咋会在那儿吗 是我在问你 是 是 是 你在问我 当 当真话的 咋 咋会在乱坟岗呢 怪 怪 怪事情咋 我的锄头咋 咋个会在乱坟岗 岗呢 你问哪个 你问锄头 我 我 我问他 他不会说话吗 王小组 要 你先回去 我再强调一次 只准待在家里 不准离开龙隐镇 是 只准待待在家里 不得离开龙隐镇 那 那么告退了 嗯 告退 告退了 你好 不是 是 哎呀 我是 ái 是 王大爷 你咋个了 我 我的厨头咋个会在乱坊岗呢 咋个会在乱坊岗呢 你说的啥子哟 王耀祖和王金彪在树林见过面 这就很有挖头 主要关这个案子 王耀祖的嫌疑很大 可为什么我们不抓他 王耀祖肯定还要和王金彪见面 我们可以在他们街头的时候 把他们一网打尽 现在 我们要对王耀祖进行严密监视 林大 华华姐 华华姐 我见到姜书记了 他说我们可以结婚 周连长的干涉不合适 杨柳 汽到杯水 我听说中教官他妈被人杀了 中教官也被人杀死在乱坊岗了 谁这么黑心啊 华华姐 你还是快回去吧 王大爷 他怎么了 他要出来过来打过架 可能他心情也不太好 就是 你多开导开导他 反正 反正 潘主席 潘主席 中教官的案子有没有眉目了 当然有眉目喽 真的是他呀 拿工 你硬是有点聪明啊 以前说他是不待命债 这会儿啊 是三条人命啊 哦 三条人命 你想 该咋个办吗 来 喝 来 喝 哦 哦 再倒二两 不准的 你还有没有家了啊 是你不准我回家的吗 爷 你现在硬是当老干部气粗了嘞 是气粗了嘞 我要跟地主的千金小姐划清界限嘞 你说啥嘞 过来 出来了 他是ner 你 你还敢打人手 我打你怎么啦 人手打你 我打死你 不是 你还是 你 李元席 你要晓得 你打我就是打龙 Meine 就是打革命干部 你还给我扣大帽子呢 我不当给你扣大帽子 你要是把老子惹齐咯 我还叫你 跟你爹一样 到那个戏台上 我给你开斗争会 我攀龙 不再是以前的攀驼辈儿咯 我再也不能忍气吞声地受你压迫咯 从今后 我要挺起腰杆子 跟你做阶级斗争 你还要斗争我 对 绝不留情 你 你居然说就这种无情的话你 我跟你没法过了 不过就不过喽 老子早就不想跟你过喽 攀龙 苏连长 你过来 您看到喽 在您的帮助下 我是有政治绝无的 两口子吵架就别扯到政治上去 我跟他吵架就是为了政治 就是为了政治 我们的成分不一样 我们没有共同语言 攀龙啊 你们俩究竟能不能相处 你自己要好好考虑考虑 好 我会认认真真地好好考虑考虑 座连长 您慢走 潘主席 你个人是要给姚妹打离婚呢 您拆十座庙 不悔一个家 我爱你 我们下个人 有哪 我们下个人 搞定了 谁啊 多 我 买都管 你 你 你 都管 你出头咋 咋会在乱风港呢 霓凤 你爹来 在造坊里 他自己跟自己说话 好烦人哪 我的出头咋 咋会在乱风港呢 我的出头咋 会在那呢 要走 王小卓 你咋过了 我 我的出头咋会在那呢 你的出头 你的啥子出头 就 就是我的出头吧 在哪 在 在乱风港啊 你的出头在乱风港 我的出头咋 咋个会在乱风港呢 啥子时候的事啊这是 是 是嘛 啥 啥时候的事情嘛 哎呦 你啥这意思嘛 啥 啥个啥的意思嘛 我 我的出头 出头咋会在乱风港呢 咋 咋 咋会在在那呢嘛 我 我的出头咋 咋会在乱风港呢 不 我的出头咋 咋会在乱风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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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H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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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的出头咋会在乱风港呢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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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 咋 咋会在乱风港呢 咋 咋跟会 会在乱风港吗 王娃子怎么会杀人呢 她是从来都不得命载的嘛 是啊 那花花咋办呢 爹 听说王娃子杀人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 少出门 少惹事 学着和尚念经 吃素 那这消灾 灭祸 你们就是不听 这王娃子要是被枪毙了 那我也惨了 你惨啥子 你们不晓得 这龙尹真 够得上公安六条的 除了王娃子 就是 我 二八三 你凭啥子上公安六条啊 你有啥子资格上公安六条啊 我跟着俊权加速总统的 啥子 总统 你 你 你这个看脑壳的啊 你怎么能跟娟娟一起加入总统呢 你这是扑灯鹅扑火 自找灭王子 我的小猪猪妹 爹 那 那我该怎么办呢 怎么办 你的事情我不管 你要是让解放军给枪毙了哈 我就当没有你这个儿子 爹 爹 老 王娃子 啥子瘦 我的厨头咋个会在乱风港呢 哎呦 你疯了我咋够 你疯了我咋够 哎呦 哎呦 王娃子 你有啥子事哦 李老船 你 你说 我的厨头咋咋个会在乱风港呢 你的厨头 哦 乱风港 你这个神经病 你的厨头 我咋个知道咋啥子乱风港呢 哎 哎 你说 你说我这个厨头咋 咋个会在乱风港呢 咋 咋个会 会在那儿呢 你的厨头在乱风港 哎 前两天你不是跟唐济史去那儿 挖你的钱去了吗 我 我和唐济史去 去挖我埋藏的钱财 对啊 我 还带了厨头 对啊 他 唐济史看见 李老二和三娃子 把我的钱财挖起走了 对啊 他 唐济史就去 追李家兄弟 对啊 我就去追 追唐济史 对啊 我就把把把厨头给 给留在乱风港了 这不就对了吗 终终终终于想起来了吗 说你这个人 我我我我我去找找找找周围长 我要把事情先说清楚 你吃了饭再去啊 说清楚 终终于让让让我说清楚 王马子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是江江媳妇的嘛 我我的事情想想清楚了 你什么事情想清楚了 就是就是我我的厨头咋 咋会在乱风港呢 对嘛 你的这个厨头 它怎么会在乱风港上的呢 我的厨头咋咋会在乱风港呢 嘴头 我我 我厨头 咋 咋 咋会在乱风港呢 是你问我 还是我问你 当然是我问你呢 不不不 是 是你你问我 对嘛 那你说嘛 你的这个厨头 它怎么会在乱风港上的呢 我我刚 刚刚刚刚刚才我都 都想清楚了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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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 心里头这一击 咋又想不起来了嘛 江江媳妇 你你你帮我 帮我想一想 你帮帮我好好生地想一想吧 这你的事情 我怎么帮你想呀 是 说得对着的 我的事情咋会要你想嘛 我我 我自己想 我自己想一想嘛 咋咋会在乱风港呢 咋咋会在乱风港呢 好了好了 王八子 我看一眼 你还是回家慢慢想吧 好吗好吗 哎呦 快点嘛快点嘛快点嘛 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快点想嘛 哎呦 殷峰他妈 你帮我想一想嘛 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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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想 杨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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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我 我想起了 我 我想起 我的锄头咋 咋个会在乱风港的嘛 好嘛 那你说 你的锄头 到底怎么会在乱风港上呢 哎呀 事情的由来是 是这个样子的 那天 我拿 拿着锄头 到到到乱风港去挖我的钱财 跑到乱风港就看见二娃子 还有三娃子 就就把我的钱财给挖起走了 嗯 唐吉士 就去追追他们李家兄弟 我就 甩了锄头 就去追唐吉士 请你转告周连长 告诉他 我的锄头 就是这个样子 给留在乱风港了嘛 好嘛 这个情况 我们回去研究一下 哎 好嘛 说 说 说清楚 哦 说清楚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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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这么几句话 哎 哎 吉利舞 就像生了一场大壁 哦 腿 腿都翻断了 哦 哪有啊 哦 哦 是小 小鱼儿 嘿嘿 我 我的厨头咋 咋会在乱风港呢 我 我都说清楚咯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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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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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other 后天就出发了吧 那明天就得布置新房了 明天我去把妖门叫来 让她来帮帮 那好吧 菜凉了我去给你热一下 热了 热了 啥子吗 凉了 不吃了我 三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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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晴哥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晚上喝酒啊 好好好 大哥 狗日的 一下山就没得消息 老子还以为你被共产党抓去扒了皮 他们想抓我 没那么容易 大哥 我把姜大贵的婆娘给杀了 还把她的手榴弹 悄悄地放在了三嫂子的家里 好 看得好 王马子现在犯下四条人命 其中一条 还是屈尾书记的婆娘 那她以后的路 就断完了 哈哈哈哈 这一回王马子 和唐吉思他们一伙 就会上山来了 哈哈哈哈 你和王大爷终于要成一家人了 她也熬了这么多年了 我觉得她能变成一个自食其力的人 你还记得吗 当年抓妆钉的时候 我们一家人 还把她给撵出去了呢 人是会变的嘛 就看她是变好还是变坏了 那说起来啊 王药组这个人 还是一点点的朝好处在变坏 也不知道 是什么苦日子在等着我了 潘德伯她又怎么了 那天在大街上 她蹬着周雨子的面 居然说要斗争我 她都已经四五天没回家了 黄太婆 初八到我家来耍啊 冯德台 初八来耍嘛 喂 爷 爷 爷 颜家贵 到 到 到我家来 吃 吃九冬碗嘛 初八 初八 初八来我家嘛 不来 都 都不来算 算 算 算球嘛 徐伍伯来两斤水果汤嘛 没有了 啥子没有了嘛 你 你这罐罐头明明 装的就是水果汤嘛 争起眼睛说家伙 有也不卖 我就矮子一等 为啥子不卖给我嘛 就是不卖给你 那 你说个道理出来善 我不想卖就不卖 你 硬是不卖 硬是不卖 那我可就抢了善 你敢 啥子敢不敢嘛 我先给钱 我 我先给钱 我就叫哪儿 看到没有 打烊一锅 抢人啊 抢人啊 大家都来看 王八是抢我的水果汤 哪儿 王八是抢我的水果汤 哪儿个抢人啊 来人啊 我给钱了他 大家都来看 王八是抢我的水果汤啊 王八是抢我的水果汤啊 他硬是不卖 我就把一个大洋给他 给他拍到 按头上楼 我这才拿的嘛 咋够会是抢嘛 人家不卖 你不能硬抢咱 当真话说 又杀人又抢东西 简直春楼过去了 房子上的老鸭 飞起来吃人哪 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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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你说啥子呢 我 我啥个时候 又杀人又抢东西咯 你 你 你不是 血口 血口喷人啊 我 诸位 诸位 我 我我 王瑶珠过去 诗 诗做个对不起大家的事情 可 可我 从来不拉命占啊 谁要办 你乱说话无限人 那 那 那是要做班房的喔 是啥没杀人啊 你自己心里明白 你你咋个咋个 越说越想真的了 我杀了哪个嘛 我 我 我 杀了哪一个了嘛 鱼子娃的婆娘 是不是你杀的 不是 鱼子娃的婆娘 根本就没有死 还活着吧 猪尿罐母子俩 是吧你杀的 我没杀尿罐她母子俩过 那姜媳妇是不是你杀的 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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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呢 姜媳妇啥个了 姜媳妇张杀死了 是不是你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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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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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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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媳妇死了 我笑都不笑的 我咋会杀姜媳妇吧 汉妹从关 抗你从业 抗你从业 汉妹从关 汉妹从关 抗你从业 汉妹从关 抗你从业 抗你从业 年轻王八道 年轻王八道 大王八道 大王八道 现在也有血管 现在也有血管 一望她爸 你咋回了 一望她妈 出事情了 出啥这事情了 姜 姜媳妇 姜 姜 姜媳妇 找人杀死了 血带要用血来还 血带要用血来还 严惩王八道 严惩王八道 血带要用血来还 严惩王八道 交出反途力 交出反途力 怎么了 女士 天阿大 王八道 我把你出来 我把你出来 打过了 女士 三嫂子 你晓不晓得 王八道杀人了 他杀了哪个 他杀了玉祖的婆娘 杀了猪尿罐母子俩 现在又杀了姜媳妇 真的 真的 一点都不假 王八道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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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说他杀了人 你们都看见了 陈老爸 你看见了 他杀了人 你还笑啥子吗 他能干啥子啊 我心里最清楚 你们要说他杀了人 还说他杀了四个 你还笑 他当真的杀了人啊 他要是能杀人啊 你们可以到造坊里 拿把菜刀来 把我剁成肉酱 王八道杀人 你出来 你当着大伙的面 摸着你自个儿的心卡说 你杀过人没有 苍天在上 后徒在下 我 我王八道杀 可以独咒发誓 我 我从 从来就没杀过人吗 你是知道的吗 我连 我这大半辈子 连家瑜 都不敢杀吗 你们都听到了 他就没那个胆子 我感谢乡亲们担保 他从来没拉过雪寨 他雪寨累累 王马子 你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杀人犯 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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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长 你 你不能 不能血口 白人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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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八道 从来是不达 不拉命在的吧 我杀死我杀过人吗 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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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说我 说我去关吗 你 你 你是 最知道我的吗 王马子 你的心太黑了 好 好好好 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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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给你儿子 看 看 看他往的 把他给我带走 走 等等 好吧 走 走就走吧 周连长 你们不能乱抓人啊 他是冤枉的 你要是再替他说话 就是包庇罪 丁大 丁大 三嫂 三嫂 别 别 别扯到我吗 走 我又没 没杀人 我怕啥子吗 走 走 走 好吓人喽 建防军把王大爷押走了 那些人啊 拼命的喊 说是要严惩他 哎呀 这下客官啊 王马子 是毛抓年高 驮不了爪爪喽 他还想接亲 接个脾气 哎 我听说呀 是小鱼儿 发现了姜媳妇 啊 小鱼儿 小鱼儿 哎 哎 姜媳妇 你们家小鱼儿呢 潘豆瓣 我是你的老丈人 你到我家里来 也知乎鲸鸣走 你这个老丈人喽 恐怕呢当不了好酒喽 你啥个意思嘛 啥子意思 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多说 小鱼儿呢 我的老婆 你说他住啥子 他是正人 他不能去 啥子不能去 这是人命关天 邹连长说的 哪个赶不去 哎呦 这个惹祸金哦 躲都躲不及 他硬是给缠进去了 小鱼儿 走 干嘛去啊 邹连长要问你一些事情 问什么事 走嘛 去了就晓得了 肯定是问你怎么看到姜媳妇的 好吓人喽 小鱼儿 你不能去 这种是非 恩是治安不得呀 李老船 周连长说了 这是在调查人命案 哪个敢隐瞒 哪个敢知情不报 那是要定罪的 小鱼儿 你是站在地主家庭那一边呢 还是站在人民政府这一边呢 我当然 站在人民政府一边 这就对了嘛 走 他老婆老婆的手 我们干 我们干 回来 回来 三晚上别闹了 听过 王小祖 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没 没 没干什么嘛 我 我是想想到军广贵路上 路上遇到姜媳妇的嘛 那你把遇见姜媳妇的情况讲一下 好 好 好嘛 好嘛 小鱼儿 你不要害怕 把当时的情况说清楚 尤其是碰到王麻子的事 最重要 我不知道我该不该说这些 我说了就害人了 啥子害人嘛 他王麻子是杀害姜媳妇的凶手 小鱼儿 你还年轻 不要害怕 要勇敢 把碰到王麻子的事说清楚 你不是要参加革命吗 现在正是你进步向上的梯子 是你参加革命最好的机会 真的 有我跟你在一起 你怕啥子吗 你拿这个小花布干啥子吗 我是想给花花姐送礼的 我 你糊涂嘛 你给她送啥子礼嘛 拿来嘛 你要花布干嘛 拿来的 明天 明天我到罗裁缝那儿 给你做件新衣服 那你还遇到过什么人 没 没碰到哪一个呢 你撒谎 好 专连长 来喽 想 想 想起来喽 我还遇到 遇到 遇到 她 人来了才坦白 来 妈妈 你怎么了 张花花 张花花出来 我们奉命来搜查 我们奉命来搜查 她跟我说 她跟姜媳妇说清楚了 她的锄头 咋个会再乱逢杆 说完就跑走了 她一边跑一边喊 说清楚了 说清楚了 你说你没有遇到过其他人 怎么解释 我 我 忘了 忘了 你不是忘了 你是想逃脱罪责 她遇见你的时候 是不是表情非常紧张 是 好像是有点 高兴 她杀了人 当然高兴咯 拍手门 拍手门 你 你想踩着我网上爬 你 也 也 也不能这么说话的 王八字 你太猖狂了 找来个手榴弹 走 将革命进行到底 这是江书记留给罗宇群同志 防身用的 这颗手榴弹怎么会在你家里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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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消的啥子手榴弹吗 我 我啥 啥子都不消的吗 不要狡辩了 我现在把你连杀三个人的动机 都揭露出来 你第一个杀的是忠料怪 为什么 因为她知道是你害死了我的婆娘 她要揭发你 所以你把她杀了 然后 你担心她把这件事告诉过她妈 所以你一不做二不休 把她妈也杀掉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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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杀过你的婆娘 我是救了她的吧 不行 不行 你找 找 找她来问吧 人都被你杀死了 我上哪儿去问 将革命进行到底 这颗手榴弹怎么会在你家里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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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消的啥子手榴弹吗 我 我 啥 啥子都不消的吗 不要狡辩了 我现在把你连杀三个人的动机都揭露出来 你第一个杀的是忠料怪 为什么 因为她知道是你害死了我的婆娘 她要揭发你 所以你把她杀了 然后 你担心她把这件事告诉过她妈 所以你一不做二不休 把她妈也杀掉 我 我 我没有杀过你的婆娘 我是救了她的吧 不行不行 你找 找她来问吧 人都被你杀死了 我上哪儿去问 我 我 我没 没 没 没杀 杀出娘怪 我也 没杀 没杀 娘怪她妈 王麻子 你自以为把锄头的问题说清楚了 你就可以没事了 我告诉你 就凭你的动机 我就可以定你的罪 你当晚找到罗玉琴同志 想要证明你没罪 我相信当时罗玉琴同志 义正言辞地驳斥了你 披露了你 你恼羞成怒 所以 你把罗玉琴同志也杀害了 事后 你还把手榴弹拿回家去 想作为反革命暴动的武器 我哪里拿啥子手榴弹吗 我没有拿啥子手榴弹吗 我是冤枉的吗 把他押下去 我冤枉 走 我冤枉吧 站住 我冤枉 走 我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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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娃娃都玩球了 要钢笔有啥子用 我冤枉 干什么了 我来给王耀祖送饭 不行 为什么 他是死刑犯 不能见 叮当 你把这篮子给我 我想看看他 你就不要围囊我了吗 王耀祖 这是花花姐给你送的饭 她不能进来 王耀祖 这是花花姐给你送的饭 丁达 丁达 这是我最后一顿了吧 明天 明天就要看我的脑壳了 你还要给花花姐说的 我帮你转达 丁达 你给我 告诉姨母的忙 明天 明天 千万千万千万不能来 要他带着小淫风 躲在家里 啥个地方都不要去 我需要他 我需要他 这 这一天 迟 迟早回来的 我没啥可愿的 你还要告诉他 要没有照顾小淫风和他 就是到了淫草地府 我 我也会保佑他们娘儿两个 我一定把话带到 丁达 凯 看 看在我过去 救过你的份上 就拜 拜托你 跟 给他们娘儿两个一些照顾上 我会的 我会的 我就谢你了 Cred托 lieber 拿出来 你要 Roberts 盘德本 啥事 你 你把我的小镜子小 梳子还 还给我用一下嘛 干啥子吗 干 干啥子 明儿 明儿老子就要 就要去见阎王爷咯 哦 我要把头发梳得平淡些 免得他老人家看了新闻 大 大笔一辉 盼我下辈子变猪狗餐 你死到临头咯 还嘴硬 好嘛 我给你找去 你等着哈 网马子 你不是想把头发梳得平淡些吗 我来帮你 我让你平淡些 我让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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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搞平淡些 好嘛 盘德本 那 拿 拿镜子让我往他也看看 见 见的八 八十不八十哟 哦 你看一下嘛 到底八十不八十哟 好 好 好 见 见的好嘛 盘 盘德本 你贵儿子 晓得不晓得这叫啥子头 这叫阴阳头 好 到了阴朝地府 盐王爷一看我 就会说 说 你 你这个汪马子 你还有一半的命在阳间 就把我又给打发回来了 哈哈哈哈哈哈 快不行 开会啦 开工省大会啦 开会啦 开工省大会啦 来 开工省大会啦 妈 妈 你还有什么话说 来 四谷 早点死 好早早点投胎 要是今天龙隐镇 哪家的老母猪下下了膳 谁家的母鸡下了蛋 那可可能就是我的来生 王耀祖 给了你机会不好好改造 那就只有接受人民无情的惩罚 他 等一等 周连长 周连长等一等 周连长 我有个请求 让我跟他成完亲家让他走 乡亲们 今天是初八 我跟大伙说过 今天我们要成亲的 请大家看在我张花花的面子上 在他死之前 让我跟他办婚事办了吧 大伙都知道 我来龙隐镇的时候才五岁 就到李老山他们家去当童养媳了 这辈子 我没遇到过真心对我好的人 王耀祖他算是有情有义 我原以为跟着他 以后就有了依靠了 谁承下 他家里也没什么亲人了 我要是不把婚事跟他办了 那以后清明节 他连个烧纸的人都没有 你们就让我跟他举办个仪式 那我和他就是名正言顺的夫妻了 到明年的今天 我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在他坟头上烧纸了 我和他人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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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左 咱们还是按习俗办吧 一百天听 我们都没有父母 乡亲们就算是我们的高堂了 二白高堂 夫妻对待 二六老公 二八三 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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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